各位看官 好色风流 不是冤家不巨头 只为阴人负 难保妻而否 熙熙眼前谋 涅满身后 报应从头 万恶银为首 因此上眉色谐音 一以鼻勾 一手顶场是感慨一下 中国山东黄金集团的一位国企的领导 被爆出了出轨门 细节太过辣眼了 这个女的丈夫在网上公开举报 说跟她的老婆保持了高达十几年的不正当的关系 这女的为这个男领导数次流产 而且还染上了性病 这个女的也是在一个普通职工的岗位上步步高升 最后做到了子公司的财务总监 那这个举报出来以后 立刻就上了中国的热搜 全网 哗然 山东黄金集团的最新的处理结果 来了 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事件 各位 11月7号上午 一名叫做追求正义 2023的网友 在中国的媒体上发布文章 公开举报山东黄金集团 有限公司的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王某在婚姻期间与自己的妻子 长期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网友在举报内容中 首先介绍了他发现妻子出轨的全过程 说2023年的10月初呢 我不意中看到这个张某 曾有验血查怀孕的检查记录 进而更加怀疑其出轨 我到医院查询其检查记录 发现张某在2019年3月 曾经做过人流手术 当年呢 还曾多次验尿验血查怀孕 坐实其出轨的证据 这就有点蹊跷了 难道他不能人事啊 还是说他跟他的媳妇早就分居了呀 为什么他老婆怀孕 他立刻就知道不寻常呢 这我有点想不通 各位你们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该网友发现妻子出轨后 查询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 发现张某经常通过微信和一名 微信名为 孤独的苍狼的人联系 而且该微信用户 孤独的苍狼和张某同在 山东黄金集团内部的聊天群 后经向山东黄金集团内部熟人了解 孤独的苍狼为山东黄金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王某有妻子有孩子是张某多年的上级领导 而且比张某大 15岁 才一岁 我09年结婚 10年生老大 他11年出轨 那时候大孩子才一岁的 13年他帮人 他给那个男的留了一只产 19年他又有一次 给那个男方的怀孕留产 这后续都持续到现在了 21年他还被感染了性命 整个的期间 他都是在出轨 我们整个家庭都是被他所欺骗的 出轨的时候 我的大孩子才一岁 就这位张姓领导 他说呢 两个人2011年起 就长期存在的不正当的性关系 张某呢 20132019两次为王某流产 2021年还感染了HPV HPV应该是尖蕊石油吧 对吧 而且呢 说这个张领导还购买了一套公寓 作为两个人的约会场地 这个张领导这么为了约会买一套公寓 这么有钱吗 后来呢 他呢 向山东集团又做出了正式的举报 主要包括呢 两个人十多年的不正当关系 王某导致张某至少怀孕两次流产 在王某的打招呼关注下 张某的事业进入了快车道 每隔一两年就提拔到更加重要的岗位 从山东黄金集团下属的二级公司的会计 一步步的提拔为上市公司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财务总监 王某一直是作为其直接领导或者是分管集团领导 在其关键的竞争点上进行打招呼 关照等等 11月8号上午呢 这个记者联系到了举报人孙先生 他表示呢 说这个内容发表的已经实名向山东省纪委监委 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 已经相关证据递交了山东省的纪委监委 他说呢 他和妻子是大学的同学 2005年 妻子毕业以后呢 就进入了山东黄金集团 好家伙 两个人呢 2009年成婚 王某呢 在2009年便开始成为我妻子的领导 2011年开始 两个人就开始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 2013年当时公外孕流产 我当时还很难过 以为自己导致的 另外他还说 2021年开始 妻子张某就因集团工作调动 频繁出差 与北京烟台两地 今年10月份 发现他的宴运记录 我就确定 他出轨了 平时夫妻生活本就少 而且每次都做好防护措施 哦 明白了 明白了啊 11月8号上午啊 这个记者呢 多次拨打 被举报人 黄金集团 王某 及张某的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是吧 那个 这次呢 结果出来了 这里边呢 说这个 他的老婆 说他怀孕了 他不敢说是那个老领导的 而是跟他的 丈夫撒谎 说是我在健身房里边 被一个教练 给上了 好家伙 还写了一保证书 说我2019年3月份 与什么健身的时候的 任教练去什么 喝酒啊 吃饭啊 醉酒后发生关系 万分后悔 保会以后 不会发生这种事啊 如若有 如若还有任凭处置 保证人 这女的还写保证 还是写保证书呢 好吧 咱们看看最新的处理结果啊 今天 山东黄金集团的最新的处理结果出来了 情况通报 山东省纪委监委会同山东黄金集团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对实名举报反映 山东黄金集团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立军和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张某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查王立军存在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连接纪律问题 王立军 严重警告出发生了严重警告出份调离岗位 那为了优惠 拿钱就买一个公寓啊 为了优惠就买一个公寓啊 有人说那山东黄金集团的领导一年也得大几十万的公司呢 这并不稀奇啊 好吧好吧 那还有一个疑点啊 各位还有一个疑点啊 确实是 你要是从他丈夫的这个反应来看啊 他媳妇现在一步一步升到了财务总监 但是应该是没往家里边拿回多少钱来呀 是这意思吗 各位 如果往回拿回家来那个上千万的钱 这男的我估计这个举报应该是没这么大劲 对吧 咱从人性啊 咱从普通的人性来考虑这个事 是吧 这个王某那个也确实是应该没给这个张某多少钱吧 是是这意思吧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当然了啊 这个男人的脑袋有点绿 这肯定是不能忍啊 对吧 但是如果是拿回家来上千万的钱 对吧 这男的最多也就跟这女的也就分手了啊 用钱来弥补他精神的创伤 现在是这男的 现在是这男的是帽子戴上了脑袋也绿了还没得着钱 应该是这意思吧 我觉得无论怎么样 反正这个王领导和这女的是吧 都应该再细细的往下查查 那钱没拿回家去 拿哪去了 不那么简单的这事啊 我们再看后续吧 各位啊 好吧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